全世界的媒體都在討論 中國經濟出了什麼大問題 沒有想到在這個時間點 中國的總理李昌 卻在天津夏季的 達沃斯經濟論壇上 說我們中國的第二季經濟表現 會比低季還要好 全年看起來GDP有機會 達到5%水準 這個是什麼 這叫暗像裡面吹哨子壯丹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其實第一季4.5%的時候 大家已經覺得不太妙 第二季包括4月5月的 一些相關的數字都不好 現在連包括野村 然後標準普爾跟高盛 都出報告來打臉中國 他們說其實現在全年 這樣看起來的話 本來是有5.5% 以野村來講5.5%的GDP的一個水準 現在直接調降到5.1% 而標普也是從5.5% 調降到5.2% 高盛跟一口氣從6%GDP 調到到5.4% 換句話說 一個主旋律就是降降降 不斷的下降 不斷的下降降 可不斷的 Julgo